好,来看一下小伙第二个短片 我找的像必须有几个硬性要求 第一,必须是双眼皮 为啥?因为我就是单眼皮 我爸妈呢,也是单眼皮 所以我想找一个双眼皮带你的姑娘 这样以后可以改变改变基因 等一下,必须是原配的哦 第二个,点高 身高1米65以上 体重120斤以内 我就稀罕他大哥 瘦溜的,老话说的好 大哥门前站,咋的都好看 通过短片已经看到了 这小伙子找对象这几个标准 是吧,就这几个标准吗 我想找一个居家过日子的 为了体现一下咱台上女嘉宾 看看谁能居家过日子 我带了点蔬菜 带的啥蔬菜 带了点茄子,豆角,土豆 然后想让大家识别一下 这谁不认识啊 这平时生活中最常见的 因为这个蔬菜的包含很多品种 一个茄子有30多种种呢 你说一个茄子多少种 30多种 你可以理解你王哥 你王哥只见到盘子里的土豆和茄子 他没有看到在市场里的盘土豆和茄子 把我们这个蔬菜拿着了 我们看看 大家正好今天也长长见识啊 你刚才说了茄子30多种 来我就这么看吧 老王我这么给你拿出来你看看 这俩茄子有啥区别的呢 这俩茄子一个是直的 一个是弯的 这都是那个类型是不是 对对对 品种的名字 品种的名字 找俩姑娘下来试试啊 可以可以 这13号这个米奇里来 因为他是一中人 对不对 另外一个我看谁 豆角的嫁接啥的我都会 王老土啊 你一直号称咱们厂上农业专家 你等会上来你要选错了 容易砸自己招牌 丢裂 没事 没事 来吧 那个13号米奇16号王老土 来有请两位 来 这叫羊鸡就豆角的 羊鸡什么 羊鸡就豆角的 羊鸡就豆角的 这玩意味可大了 从难闻了 你闻闻 太行啊 我刚才翻这些 可没有羊鸡就啊 我跟你讲啊 你等会你自己自己整啊 来 四 四种豆角吧 两个土豆 三种 三种类型的茄子 来 那个米奇 这个粉的是你的啊 这个蓝的是你的 你觉得这个豆角是啥 你就你们就把这个盘 刹到那儿 行不行 来 准备 准备好了吗 计时开始 嘿 我是麦 c 水观音 发出性感的声音 嘿 好了可以了啊 可以了来 来那个啊 你说一下这个威琪是谁告诉你的呀 这个不是也是告诉我燕子姐 抠这个土豆模子的时候我都抠我 送土豆之前抠这个威琪母家组送这个土豆的 土豆模子你知道是啥吗 啥叫土豆模子你知道吗 你看 你原分天职都给错 你说啥叫土豆模子 啥叫土豆模子你知道吗 你看 你原分天职都给错 你说啥叫土豆模子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叫啥 反正是栽的你说的就是 对对对对 土豆栽的就是俗称的这个豆 这个土豆它发芽之后 你拿就是那种串用的芝士刀 挖出来一块 对 但是这个块不需要太大 对对对 然后一个芽埋在一个土里 土豆生芽了 你挖出来一块放地里头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给压的时候我都挖过它 挖过它在地里边 你们看一下评论一下 你觉得咋样这俩 都挺不错都挺不错 特别是这个毕竟是在农村生活过的王老普 特别特别值得不要 来谢谢两位 谢谢谢谢啊 你看就是看一下 小伙说了 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能 能踏实过日子的 啥踏实过日子的呀 像菜市场不蒙圈呢 对不对 你看 就是日后我想就是在长春或者在沈阳 因为我这次来就不打算恢复心了 不打算恢复心了 对我想在长春开闭市场 就是我想在这边开闭一下 咱们这边的农贸市场 看看这边的价格 如果是就是价格更合理一点 会给咱们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的老百姓 会带来更多的优惠 太好了太好了 厂上十六盏灯都灭了 我想说之前就想找一个祖传双眼皮 我就有点担心呢 我说我这这饭床是不是都是外貌协会的呀 但是呢今天把这个菜端上来 想找一个能踏实过日子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放心了 说明你是外在内在都很注重的一个小伙子 现在复兴那边都不打算做了 想打算就在长春开始开辟自己的事业和市场了 是不是 对对对今天回去 对对我们也希望能够才在长春的事业能够一帆风顺 来掌声 谢谢艾姐 加油 加油 艾姐姐再见 王队再见 有多少人在放弃街头转身不散 开始的游戏 拜拜